彰化有民众家里养了一家子的鹅 而且每一只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四主把鹅当成是孩子一般照顾 每天到市场买菜喂食 天气冷的时候会帮他们带围巾 天气热就带他们到水池细水 俨然像是一家人 相当有趣 听到四主女儿拍手或喊她的名字 白母儿摇摇摆摆立刻从水池边走了过来 边走边叫 似乎像是在回应主人 我来咯 看了哥哥被主人抱在怀里 弟弟丘吉儿和妹妹蜜雪儿还会吃醋呢 四主说当初是因为邻居养了一对鹅 其中一只公儿死掉了 女儿看母儿形单影只的相当可怜 于是再买了一对鹅宝宝给母儿做伴 没想到两年后生出了一家子的鹅 妹刚好就买模特儿跟那个下那儿回来 她就以为那是她的小孩 然后她就这样把她带大了 顾四是祖母 模特儿是爸爸 香兰儿是妈妈 而爸爸和妈妈又生了白母儿 蜜雪儿 丘吉儿和Vivi 就跟人一样 美智儿也都有不同的个性 有高兴的时候 偶尔也会发脾气 把儿当家人照顾 吃好用好 天气浪还会帮他们围围巾 天气热就带他们到水池边细水 不只鹅 还有鸭子也都有名字 为什么养这么多儿 四主开玩笑说 因为养儿防老嘛 谢谢我们龙慎炫 张华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